哈喽,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的影片之前,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並按下小鈴鐺喔 哇,你看這顆芳香外壽麴好漂亮喔 哇,開滿花了,然後你這樣揮一揮有百香果的香氣 那我有相關的影片介紹它喔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花園的整理 其實季節的改變,有些植物必須在花園裡面淘汰掉 譬如說它是一年生的植物,那已經枯萎,你就要把它淘汰掉 種上新的東西 這樣子你的花園才能夠藏寶美麗,然後欣欣向榮 來看一下我的介紹 你看這顆九層塔,它已經枯枝的衰敗了 然後你可以繼續留著它,可能會這樣子苟延殘喘的活著 但是我想說把它淘汰掉,然後這邊種一些冬天的植物 畢竟我們的花園空間有限,所以說我們就把位置空出來 然後四季有不一樣的感覺 就把這個九層塔拔掉 那你可以用剪刀把根剪掉 它有一根很長的主根,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然後我知道有些人會找這個老枝,然後說可以淨補 好,我把它這樣主幹 這個主根剪掉 哇,這一次好長喔 已經跑到旁邊其他植物了,把它剪斷了 好,這是我在花市買的石螺 之前有些缺水 所以外葉有一點點黃掉可以摘掉 然後就要把它種進我這個本來種九層塔的地方 那我喜歡吃石螺 它搭配那個鮪魚拌在一起很好吃 這樣子 剛剛那個九層塔的位置就種下這一個 還有,還有,還有位置對不對 還有金長花,我把它種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 然後挖個洞 種下去 鋪平 耶 記得喔,花園會這樣子隨時更新 才能夠一直都是美美的 那我之前插枝的白鼠尾草已經長出來了 我想說把它種在小花盆 這個位置一樣要把它更新 那我要繞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的大小 大概就是那個 那個小花盆的大小 你看 它已經活了耶 你看 這是它的根 有沒有 它放進這裡面 種這個石螺進去了 然後石螺 開花很漂亮喔 平常是吃葉子 它如果開花的時候啊 花很有觀賞性很漂亮喔 這樣種在裡面 剛剛那顆九神塔 已經被我淘汰掉 換上石螺 那這邊的九神塔 它還可以觀賞 就繼續留著 它還可以在葉子來做料理 像後面這一顆的話 是玲紅香嗎 看起來就醜醜的摔敗掉 只不過它是多年生的草粉植物 也就是說 你可能不用特別照顧它 等它到了春天啊 會再冒出綠色的葉子出來 就會重新復活囉 所以花園裡面的植物 有分一年生多年生啊 照顧跟調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與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